为了应即将到来的端午节 台南市府整理出了一份民粽地图 从最便宜的17元一口粽 到最贵的100元鲍鱼干被粽 统统应有尽有 总计26出市场45个摊商参加 要让民众能够一次买到各种粽子 三角形粽子有大有小样式多元 粽叶一打开香气立刻飘散 隔着一幕都能感受到有多可口 一切开就让人看得口水直流 里头大块控肉香菇塞满满 加上鸭蛋黄美味程度直接level up 民众吃下也赞不绝口 只不过口味众多的粽子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为此市府也特地制作攻略 它的里面缭很多 它的米不是人普通的那种米 它里面本来行行吃都穿过 它满Q弹的而且是绵密扎实 无超所值 因应即将到来的端午节 台湾市府整理出一份民粽地图 从最便宜的17元一口粽 到最贵的100元鲍鱼干被粽 统统应有尽有 总计26处市场45个摊商参加 就要让民众能够一次买到各种粽子 都不错都不错啊 最主要是都没人动的 在人家费 这样让人才会知道 会整出了45个漏粽名摊 那每个市场呢 都有它漏粽都有不同的形式 另外在端午节前夕 也举办了消费满额送粽子的应景活动 业者全都准备好就要趁势迎接商机 接下来黄无奇台湾报导 谢谢大家